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给大家把这个导学课讲一讲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导学 第一呢 牵扯到今年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改革的一年 和之前可能有不同的这些考试的科目或考察的形式 对吧 这要跟大家讲一讲 另一方面呢 就是现在呢 我们该怎样尽快的去备考 进入这个考试状态 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考试可以说是 你拿出十几二十天各把月那复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就咱单一门法律法规来说 那点时间还将将好差不多 但是针对这么多四个科目来说的话 你肯定是这个捉襟肩肘那点时间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进入学习的状态 对吧 有的同学可能说了 对不对呀 我们今年这个考试可能晚一点 以前呢 都是十月份的十月末开始考 今年呢 推到了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星期天 所以说呢 大家觉得好像时间比较宽松 但是实际上时间是很紧张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针对我们法律法规这门课的相关的 这个学习的一个规划 给大家做一个规划 对吧 好 首先呢 我们的课程呢 是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呢 叫我们的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历史 给大家简单的把这个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来龙去脉 潜日今生 给大家讲一讲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关的重要政策的解读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还是回归我们刚才那个话题 今年我们这个注册安全工程师是改革的一年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呀 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重要的政策全给他 全给他讲一遍 你得知道他到底改 改什么 对咱们今后的考试 对咱们今后的职业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吧 好 第三个呢 就是考清分析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备考指导 是吧 分析分析今年到底该怎么考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在这个期间的备考 我们该怎么做 做到呢 高效 对对呀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考试 好 这是我们课程的主要内容 对吧 然后呢 先介绍一下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这个前世今生 也就是他的历史 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个叫什么 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当于一个认证 对吧 或者叫一个许可 什么叫注册安全工程师 通过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并取得我们注册安全工程职业资格证书 并经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里边其实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我们先拿到这个什么呀 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层意思 我们还必须得经过注册 什么意思 我们参加考试 对对呀 100分 4颗都是满分 对吧 60分我们拿着及格以后 好 今年的 就代表你考试通过 给你发一本证书 你的那个证书呢 叫职业资格证书 注意啊 职业资格证书代表了 你在从事本行业当中的一个能力 就说你有了这个证书 我就有能力从事相关的工作了 对吧 这个证书呢 像身份证一样 以后呢 要跟你一辈子的 这就是有人有疑问 说 哎 老师 他说拿着那个我们的分离管理办法来了 老师这个五年再注册一次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我这样考下来五年以后 代表我这个再重新考一遍呀 哎 不是这样的 是吧 他是什么意思呢 你拿到职业资格证书就代表你有这个能力 代表你从拿到职业资格证书起 一直到 你的退休或者甚至退休以后呢 都代表你的一个能力 然后怎么才能用呢 必须拿着我们的职业资格证书 找一家单位去注册 注册好了以后再给你发一本注册证书 才代表呢 我有能力 然后呢 我取得注册证书 就好像注册登记结婚一样 是吧 你登记结婚了以后 你才能 对吧 上车 对不对啊 就是这意思 注册完了以后呢 我才开始进行职业 这个注册证书 按我们最新的要求 它是五年需要进行什么呀 延续注册一次 这个就没关系了 一般我们呢 再继续交易达到相关要求 对吧 你只要是符合我们在延续注册的要求 然后去办理一下 就OK了 这是注册证书 好吧 好 但是我们现在 第一步呢 你首先得通过考试 先拿到我们的职业资格证书才行 好吧 呃 然后呢 实际上这个注册安全公众师 可能大家呢 不是从事本行业的 你觉得陌生一点 为什么呢 这个在我们呃 这个职业资格类的考试里边呢 可能他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 实际上呢 他开考的时间很早呢 2004年就开始同意全国考试了 对吧 直到第一批考完了以后 发了证了 2005年开始接受我们的注册 拿证呢 我要去注册 是吧 哎 然后实行了两年以后 07年或者我们叫2006年年底 才出台了一个注册安全公众师的管理规定 这才正是实施 对吧 就是说 我现在呢 这个拿到这儿了 哎 注册职业了 然后怎么对他进行管理 实际上这个规定呢 到现在为止 他依然是一本 呃 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 他依然还没有失效 对吧 好 考了这么多年 您可能知道 或者从事本行业的这些相关的学员 就是听我这次课的啊 这次公开课的学员 您可能也会是吧 去 不有自主的去问问周围的这些人 有经验的人 都问他一下 哎 听说有个注册安全工程师 近年改革了 我有没有必要考一个呢 你往往取得都回答是这样的 考那个有什么用啊 我那个零几年考完了 都压都压箱底了 垫桌子眼了 是不是啊 都没什么用 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啊 不是那样的 因为近两年呢 对我们这个 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这个要求呢 可以说是 飞速的增长 人数是完全不够的 为什么呢 这和大环境有关 我国呢 之前 他在那个经济发展的 高速发展时期呢 往往对这个安全呢 他要求的条件不是太高 对吧 或者是没有把它提到一定的高度 近几年 随着我们的安全事故的频发 对不对啊 这个安全呢 逐渐逐渐开始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这是近两年所发生的事情 之前 咱不别说 他虽然是压箱底啊 垫桌脚啊 没关系 以后呢 他会议了一个好 你看 实际上呢 这个里边有个小的插曲啊 大家知道 我们周材安全工程师 从04年开考以来 一直到考到哪年呢 2015年考完了以后 年底 大家知道 我们这职业资格考试呢 每年年底 在这个人社部的网站里边 哎 就人类资源保障部 是不是啊 哎 我简称这个人保部和人社部啊 等等 他会出台一个明年的 这个职业资格考试的考试计划 15年年底 有好多学员就看到了这个计划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把注册安全工程师这个一项呢 给取消了 呵 这一下 炸开锅了 好多人打电话 问了 陈老师我们这个 注册安全工程师不要了 这是不考了 你看看以后 又恰巧呢 碰到了什么呀 我们2016年年初的 这个什么呀 人保部对部分职业资格 进行相关的这个清理 就是我国的这个职业资格证数太多了 恨不得连杀猪 杀猪载机的都弄一个职业资格证数 太多了 国务院开始对他进行相关的清理 正好我们15年 16年 对吧 16年年初 15年年底发出的职业资格考试了 他的这个计划里边又没有注册安全工程师 好家伙 这人就开始想了 注册安全工程师没用 好多人都压着箱子里面呢 我这也不考了 以后可能就不考了 甚至有学员打电话 在猜测是吧 网上我看 说我们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要并到这个安全评价师里边 都有这些个留言 我说你这等等吧 他停考对我们注册类的证书来说的话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哪种那个职业资格的证书的考试都曾经出现过 停考的情况 我说这不打紧 说明他可能要改革了 对吧 改革的前一年呢 他肯定要稍微的放一放 是这种情况 而且呢 2016年年初对这个职业资格清理呢 可以说是砍掉了好多 没有用的 最后年底确定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那些表示很猜忌的同学 说是呢 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以后不会出现在这个目录里边 对吧 结果呢 出乎他们的意料 对不对啊 注册安全工程师依然是出现在了我们职业资格目录清单里边 也就是说 留下来了 而且呢 还把它划入了叫什么 准入类职业资格 大家知道啊 我们职业资格呢 大概其实分了两类 这目录清单里边 一类叫准入类 另外一类呢 叫水平评价类 从他的字眼上 你就可以知道 准入类的证书是什么意思呀 这就是一个敲门砖 或者你叫钥匙 没有这个证书 不允许你职业 水平评价类毫无疑问 他的要求条件就比较低了 是吧 也就是从含定量来说的话 准入类的证书 比水平评价类的证书比较高一些 比方说大家比较熟知的 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建造师 看插设计类的 注册结构工程师 沿途工程师 等等等等 这都属于准入类的职业资格 水平评价类的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咱们比较熟知的安全评价史 环境影响评价史 叫环平诗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 对吧 当然从含定量上来说的话 准入类职业资格 它的含定量是要很高的 对吧 因为没有这个证 不让你从事相关的工作 是这个意思 好吧 好 这样呢 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 是保留了下来 而且呢 国家近两年 也确确实实 确确实实呢 也在逐渐的补充 我们的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这个队伍 好吧 果不其然 16年停考一年 17年考试恢复 而且17年 已经提出了我们的 改革的思路 我知道了 停考一年 叙事待发 17年准备要改革 仅仅是17年提出要进行改革 其中呢 当时 因为我一直在从事这个相关的 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考试 对吧 当时呢 2017年 其实是已经提出了 分类管理 分类考试的这么一个 说法 对吧 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呢 没有相关政策文件的支持 最后呢 考试依然 按照我们之前的考试形式 不分专业 不不分专业进行考试 专业不划分 原来的那四颗还是四颗 对吧 这样呢 17年相当于是凑合着考了一年 17年年底 印发了注册安全工程师 分类管理办法 注意 这是17年 一个新的管理办法 这个管理办法上明确了 我们注册安全工程师 要进行什么呀 分类管理 大家可能比较熟知 是吧 分为那七大类专业 当然也提出了 分级管理的这么一个思路 虽然这个办法是 要求我们进行分类管理 但是呢 相关的考试 没有进行相关的分类考试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当然我们考试肯定是 逐渐逐渐向分类考试 或者是分专业考试的 这么一个趋势去发展 18年呢 相关的这个法律 因为你原来不分 不进行分类考试 后来要进行分专业考试的话 你这种情况 它总会牵扯到一个变革 而且是非常大的变革 不是说是我们随便一个人 一拍桌子就说 今年要分类就完了 它牵扯到一系列的东西 比方说法律法规 相关规范标准的支持啊 我们大纲的修订啊 哎我们教材的出版啊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于是呢 在18年就展开了这些个工作 你看已经对职业资格制度的规定 以及我们考试实施办法 和考试大纲进行征求意见 这是18年应该是三月份的事情 18年年初 18年这个时候 对吧 征求意见 征求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呢 我们现在呢 2019年 你看三月份最新的 应急19年8号发布 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职业资格 规定 以及我们的考试实施办法 征求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终于给它发布了 这样呢 基本上算是落听了 我们19年的考试 就是要进行分专业考试 因为这个考试实施办法已经定了 而且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这教材呢 已经开始进行了编写 对吧 大纲 但是依然还没有出台 不过没有关系 马上它是要进行出台的 好吧 好 大家可能从这里边看到 我们现在叫应急管理部了 是不是啊 就牵扯到我们一个 叫什么呀 政府的职能部门的一个改革的问题 同样也是在2018年年初 是吧 由原来的我们的安检总局 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应急管理部 弱化了一些和安全不相关的一些职能 然后强化了一个安全应急的职能 而且把我们整个消防的安全的职能 也并到了应急管理部来管 对吧 这个呢 对于我们安全工程师来说 它是一个好事 或者对我们整个安全生产领域的管理来说 监管来说 它也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我只管安全 应急管理部 管安全管应急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而且呢 实行全国的综合监管 对部分行业进行什么呀 进行它的行业监管 这是我们应急管理部 可以说是这么认为 我们应急管理部 就是一个 精简了 然后职能更加清晰的 这么一个大的安检总局 对吧 依然是我们原来安检总局的班底 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看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您跟他提这个应急 这个安检总局 他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是吧 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他的名字换了 叫应急管理部 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的文呢 也叫什么呀 应急 什么什么 几几年几号文 好吧 于是我说呢 今年2019年 改革已经开始要进行 确实要实施了 这里边牵扯了一个小插曲 2018年 虽然各个方面都已经开始实施了 而且2018年在考前 哎 发布了一纸 什么呀 呃 通知 对不对啊 就说我们的注册安检工程师 要进行分专业考试 但是最后呢 由于时间太紧张 没有成型 对吧 到最后呢 我们依然按照我们原来的大纲 和原来的那个考试形式来进行 就是部分专业进行考试 对吧 大家知道我们原来的大纲呢 应该是教材呢 都是2011年的 可以说是 从我们法律法规的角度来上 来看的话 2018年的那个 在用2011年的教材 那压根是不能用的 对吧 你这个教材再不改 那人是要疯掉的 是吧 人是要疯掉的 啊 好 所以说2019年呢 这各个方面都成熟了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套 有相关的我们教材的更新 也有我们的 这个考试大纲的 这个相关的变更 就万事集权 只欠东风 虽然现在没有明文规定 一定要分专业考试 但是 今年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考试 这个这个事情了 啊 既然原来没有进行分专业考试 今年开始进行分专业考试了 那我就认为呢 这注册安全公众室 是什么 涅槃重生的一年 也是我们新时期注册安全公众室考试的元年 大家看这个元年 我觉得啊 你心里边应该得知道 炒股的这个 学员们应该都知道 是吧 我们买股票也要买什么呀 原始股 那原始股才值钱呢 所以今年既然是我们新时期注册安全公众室考试的元年 你一定要抓住几年的机会 对不对啊 他代表一个新的注册安全公众 展示的面貌呈现在 我们这个呃 眼前 对吧 你干嘛不珍惜这个机会了 啊 好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啊 这个相关重要的政策呢 这些对他进行了一个罗列 就是和我们考试 以及和我们职业 细细相关的这些政策 个别的几个条文 我给他拿出来给大家统一讲一讲 你看啊 这些呢 助餐安全公众室管理规定 注意啊 这个依静依旧是正在实施的一个 法律法规 对吧 分类管理办法是2017年年底新出的 职业资格规定是今年2019年年初 他已经执行的 以及我们的考试实施办法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助餐安全公众室 今年分专业考试 他依据的其实就是我们 管理规定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考试实施办法 他定了要进行分专业考试 法律法规 我们的办法里边已经规定 你要分专业考试了 你不分专业考试合适吗 对吧 那不合适了啊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的这个考试大纲 对吧 进行了两次征求议演 去年的3月份一次 7月份一次 现在依然是 姗姗来迟 还没有发布 但是据我们最新的消息 这个教材应该在7月份要出版了 新的亲版的教材 对吧 大纲呢 也在不久的将来 马上就要进行发布了 不要着急 那有人说 你这个现在是征求意见稿呢 那你这大纲能用吗 哎 基本上 通过我们专业化的分析来说的话 最后的成稿和我们征求意见稿呢 基本上它的差别不是太大 极其细微 甚至是没有什么变化 是吧 所以你要放心 按照我们的征求意见稿去备考的话 一点问题也没有 好吧 好 我们把这几个规定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对吧 简单说一说 你看 其实我们2006年的管理规定里边都已经说了 安全工程师专业类别划分为这几个专业 这很早就已经提出来这个专业的考试了 但是这个就专业的划分了 但是我们的考试呢 一直没有进行分专业考试 所以说呢 基本上这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都是睁一只眼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过来了 好 直到我们2017年明确了要进行划分等级和划分专业 我们这个分类管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两条 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一个是分级 对我们的助安师进行了分级 另外一个是呢 进行了分类 对吧 进行了分类啊 后边要讲他这个分类 七个那个七个大的专业进行了分类 我们先看这个分级 分级呢 他是分为了初中高级三个等级 原来助餐研究工程师只有一个 个别的地区开展了这个初级助餐研究工程师的考试 对吧 全国大范围的还是没有 只认这一个助餐研究工程师 现在呢 要求要对他进行分籍 初中高级 而且第15条的规定 各级别与工程系列安全工程专业职称相对应 级别和职称相对应 不再组织我们的专业职称的评审 哎 听了这句话 好多学员他的眼睛就亮了 为什么呀 职称评审 评审是怎么着啊 在我国来说那叫论资排辈 是不是啊 你需要进行评才行 那当然 我们公司里边很多的老司机都在前面等着呢 轮到你可能再拍几年 你觉得心里很不爽 怎么办 现在给你机会了 既然他和专业职称相对应了 那么好 我不用等着去评了 你也不组织这个专业评审了 那我考一个中级注册安全公众师 不OK了吗 等同于我们安全领域的中级职称 对吧 好 这是这个要求 然后再看高级注册安全公众师 采用考试评审相结合的方式 高级呢 那就是高级人才 是吧 你光考试那就达不到要求了 还必须要进行评审 但是前提是 注意啊 你要想进行这个考评结合的高级注册安全公众师 你要想去弄这个 首先前决条件 你必须得拿到一个中级注册安全公众师 你得有中级的支撑才行啊 你没有中级支撑 你怎么上升高级支撑呢 那是难上加难 极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才有 是吧 所以说 你不要光望着我们的高级注册安全公众师 你两眼放光 没用 你得先拿下一个来我们中级注册安全公众师 这个的含金量 可将来比我们的这个支撑 它是要高的多 而且 你也不用去等着排队了 我有本事 我四颗一百分都能拿六十分 没有问题 给你一个证 国家发给你的职业资格证 就等同意支撑了 我干嘛还要后边去排着队 等着支撑的评审呢 何况他又没有了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条的一个规定 这个确实也是明确了一下 我们这个高危行业 他在注册安全公众师的配备上的一个人事的要求 注意在这明确了 对吧 2006年 他的还是这个管理规定里边 已经有规定了 300人以上的煤矿非煤矿山 建筑施工单位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单位 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的比例配备 注册安全公众师 多好啊 对不对啊 15%的比例 而且呢 安全管理人员在7人以下至少配一名 也就是针对我们这个高危行业来说的话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多少 中间必须有更牛的这个助产安全公众师来作证 15%的比例 你少于7人呢 至少配一个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6 如果是6人 我们单位里边 这个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6个 你乘15% 等多少啊 哎 等于0.9 哎 0.9 够本一个人 有人说我就不用配猪矿石了 不行 少于7人 你至少也得配一个 对吧 好 这是对高危行业的300人以上 注意啊 人数还有要求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这个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高危行业 300人以下的高危 上述的高危行业 对吧 矿山非米矿山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属于高危行业的 你比方说我们食品加工行业 对吧 机械加工行业 木工厂等等等等 这些个 他也要应当配猪矿石 或委托安全生产中介机构 选派猪矿石 提供安全生产服务 有人又纠结了 说你这个要求条件这么低 甚至可以找一个兼职的吗 是 可以找兼职的 但是你必须是中介机构委派过来的 好不好 有人说那 那这个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能找兼职的 对吧 是吧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也是有可能能找 也有可能不让你找 这是看我们的安全生产法里边的要求 对吧 但是呢 总体来说 危险性小小的这些单位呢 可以选派猪矿石 但是你无论怎样 这个猪矿石的数量的要求 它是下不去的 对吧 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 你这个单位没有强制要求你弄一个专职的 但是你得找一个兼职的 你找兼职的人从哪来呢 他也必须得持人上岗啊 对吧 好 而且中介机构要求我们安全生产专业服务人员 30%的比例必须住派猪矿石 进行了一下加强 怎么加强 这是最新的一个办法里边的规定啊 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即矿山金属野链单位 相应专业类别的中级以上住参业工程师 它的比例提出了一个要求 因为我们在管理规定里边 虽然规定了它的比例要求 但是呢 并没有说明一定要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没有期限的限制 对吧 所以说一直呢 就是模棱两可在那执行 直到我们的分离管理办法 明确了 你看啊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 通俗一点 危险物品 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 危险化业品 微化行业 对吧 以及矿山单位 矿山那包括的多了 矿山非煤矿山 对吧 金属非金属矿山都包含在内 注意这些个单位 要求你两年内 要达到15% 注意 我们这个分类管理办法是2017年年底的一个正式发文 对吧 并实施 两年内严格来说 到我们2018年年底 到我们2019年今年的年底 你得按这个来执行了 应该来执行了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诸安市的这个人数呢 还远远不够达到执行我们的政策所需要的人数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条呢 时期还是要往后推的 所以说 去年我跟他说 你一定要2018年把这个助安师拿下来 到明年年底 正好赶上这个助安师的一个人数的荒 助安师这个就是说 就是什么 人数是不够的 你正好拿着证 拿下来了 你出去职业 你无论是在单位里边工作 还是找一份兼职 对不对啊 对你的人生职业的规划 还是非常有利的 通俗点说 能给你带来不小的收益 我2018年就跟大家这么说 但是这个人数还是要攒不齐的 凑不够怎么办呀 估计往后延一年 所以说你今年呢 就干脆静下心来 把我们助安师一次考过 往后延一年 2020年的年底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参加考试 11月份是吧 今年的11月份 2020年 对不对啊 他就干什么了呀 你67月份才能拿到这个证书 正好到年底的时候 人数不够用 你证书拿到手了 你想想 你的证书是不是很吃香啊 对吧 这就是高危行业两年内 但是金属野链单位呢 要5年内达到15%并提高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改革的序幕 拉开了一个大幕而已 对吧 这高危行业 我们先行 其他的行业马上就要跟上的 好吧 好 这个分离管理办法 他在进行发布的时候 同样也进行了一个答记者问 答记者问有几条 我给大家摘出来 你仔细的琢磨琢磨 回味回味 这就是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分离管理 注意 之前没有进行分专业考试 也没有进行分专业管理 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职业化专业化的安全管理人才 确实 以前都是大官州考出来的 都是给你一个证 上面也不写专业 你考试的时候 也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让你去选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呢 迫切需要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 安全管理人才 对吧 第二 以前部分专业 导致了我们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发挥作用不明显 企业使用率不高 发展通道不畅 得不到我们企业和社会的普遍认同 实际上就是得不到企业的认同 就是出现了 我在导修科刚开始跟大家说的 你找一个老司机问他一下 你说 哎 那个您的这个 诸完试的证考下来怎么样啊 现在行情如何呀 是不是啊 他就说 哎没用 压箱底了 垫桌角了 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为什么 逐渐的分专业化考试以后呢 随着我们对职业化专业化的 这个安全管理人才的需求 企业也逐渐的会认同的 他会像认同其他职业资格证书 一样去认同我们的 助安师的证书 对吧 为什么呢 他已经制约了我们 助安师队伍的发展了 这分离管理办法的主要创新呢 三个 一个是划分专业类别 当然啊 七大专业我们后来再讲 这个你知道划分了七大专业 以后呢 专业化水平会更高 第二个呢 实行分级 我前面也说了初中高级 达到一个什么呢 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也就是高级 我们那是顶层设计 对吧 需要考评结合可能 但是你要想参加高级的考评结合的话 首先你得有一个中级出来 就好比是你想考研究生 你得拿着本科毕业证去考 这是一个道理的 对吧 否则对你的限制太多了 不是说不能考 那可能你能考的话 也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是吧 好 第三提出了配备标准 注意啊 这个确确实实是它的 什么呀 一个一个创新 配备标准提出来了 而且呢 对它的配上的这个时间 也做了一个规定 两年五年的规定 是吧 进行了明确 比例明确 时间明确 这就是要执行了 是吧 这时候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身处这个高危行业 我们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 以及呢 矿山单位 你得想一想了 问一问你的人力资源的相关的 这个人员去 对吧 人力资源部 你问问他 是吧 我们家是中安师要么要求配备呀 国家有政策了 他肯定是在需要配备的 你如果有证 将来你在职业的签生方面 和个人职业规划呢 那绝对是非常的有利 好吧 你看 目前我国取得的27.2万人 这个是17年年底 是吧 经注册职业的16.9万人 从他的这个数据上来看 将近有一半的人没有去注册 说明国家呢 对他不是太重视 但是这个呢 以后 企业安全管理人才的需求 还是满足不了的 就是把这27.2万人全给他弄上 还是不够 你想想 我国的这个各行各业 这个高危行业 大大小小的生产经济单位得有多少啊 你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人数的比率去配备的话 那差的太多了 差的太多了 而且对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行业 非高危行业呢 也逐渐逐渐提出了要求 对吧 好 这就给大家讲一点啊 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17年分类管理办法出台了以后呢 有些省份呢 他对这个政策的执行呢 可能持一个主力的态度 其实呢 离用北京最近的应该是呢 何维省 17年啊 我还翻了一下相关的 因为我老家是何维省的 我看看呢 安检总局 不安检局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啊 你看 直接出台 鼓励取得住餐公司资格的意见 要求我们2020年底 局机关55周岁以下 取得助安师 比例要达到70% 应急救援 宣教安科中心达到60% 甚至对后勤服务 怎么叫专业化的队伍呢 后勤服务也得专业化 是吧 也要达到30% 可以说是 在我们整个河北省的安检系统 你手里没本注册安全公司 你将来投资才会起来的 是吧 连后厨的大师后可能都有证了 好 后边还有一个 办公室财务人员 就我们安全口的办公室的财务人员 你可以考我们的助安师 看见了吧 也可以考我们的财快港的中高级技术支撑 他和我们的财快的中高级支撑 开始抢饭碗了 是吧 就说你财务人员 对吧 中高级支撑 你考不下来怎么办呀 我想保住我这这饭碗 考一助安师也行 毕竟我们助资安全公司 考试的难度 在职业资格考试里边 相对于偏下的一种难度 很容易考过去的 是吧 好 所以说呢 既然您处在这个省份里边 除了你自己要考一证 剩下的呢 周围的亲戚 我建议你赶紧趁着现在的难度 还没有上去 也让他报名参加 去取得一个证 最好的 是吧 取得这个助安师呢 省局报销考试费用 并且呢 优先提拔使用 这肯定是啊 对吧 将来有个职位空缺了 比如要上去 你有证和没证 那我先拥有证了 而且呢 统一购买教服 集中组织 讲座领导 确保培训 效果 那确实17年开始 这亚和北省 已经开始进行这个 助安师的考试培训了 当然 除了针对考试以外 也是对提高我们整个 这个队伍的 这个水平 也是非常的 好的一个措施啊 已经进行了17年 18年 两年了 效果非常的不错 对吧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山东省的一些政策 先找北京周边的嘛 是吧 山东省的这个政策呢 它也是在我们的 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里边 对这个助安师的配备 有了要求 而且这个配备呢 是直接和我们 从业人员挂钩的 为什么呢 在我们分类管理办法 里边的规定呢 是 你要求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15% 要是助安师 那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我这个单位应该配多少呢 国家确实没有相关的 这个法律法规去规定 个别的省份 已经开始进行实行了 山东省 这可以说是第一家 对吧 你看 要求我们 这些个高危行业的 根据人数的不同 它的安管人员的配备 人数提出了要求 甚至是按百分比 千分比来进行确定的 同时呢 对助安师要求 有了一个更好 更高的要求 你看 从这上面对比来说 你只要这些个行业里边 高危行业 从业人数 一百人到三百人 助安师至少一个 三百到一千人 至少俩 大约一千人 至少三 你想想 这些个行业 那涵盖的范围广了去了 对吧 你这个助安师要求呢 那肯定是不够用的 其他单位 你看 只要单位人数三千三百到一千 这个涵盖的面更广了 大大小小的生产经营单位 那多了去了 对吧 造纸的 是不是 这个电力行业 那个包括我们的食品加工 机械生产 电子企业等等等等 多少企业啊 你只要人数超过三百 对不起 至少一个助安师 你从这边看的话 他就按平均三百人 配一个助安师来说的话 那缺口呢 这个山东省呢 也是很大的 如果全国 这个事情呢 如果好的话 我们全国要推行的话 直接把从业人员和助安师的 这个人数挂钩的话 你想一想 那现在我国缺多少啊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对吧 大部分人 他都是从事工作的 而且只要是工作 他都在生产经营单位 每三个人 三百个人配一个的话 你看看 你仔细啊 按一个暂停去算 拿计算计算一算 对吧 缺口到底是多少 好吧 而且 有人说我要这么多 这个有什么用啊 在国外 那就是这样的 我国的这个安全 这个安全生产管理的专业人才 那确实太多了 是吧 好 这是这张表的一张解读啊 虽然没有在全国实行 但是呢 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所以说咱们通俗一点说 你赶早不赶晚 是吧 你别到时候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那就不行了 我起的很早 知道这么一个政策了 你还不去考 那就是老师这个话就白说了 是不是啊 哎 你想想啊 别到时候听完老师的话 过几年就后悔了 说老师 我当时真该听你的一句话 去年我让他们报考那段学员们 有一些听了我话 没有去报考的 他没听我话去报考 是吧 我说你赶紧报上明吧 明年这个考试条件 报名条件要严格了 不听 今年又找陈老师来了 说你看我这想报名了 报不上了怎么办呀 你看 这不是后悔的吗 是吧 不 дан我一直到那边见到 people's 呢 都什么事 不 felt 那就下宋想 镖匙 到了 наш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